Hello大家好,歡迎來到CKGO頻道 每週三,週六,準時更新視頻 喜歡視頻的話,記得訂閱點贊哦! 今天這個視頻呢,我們就從基本面以及技術面來看一下 現在高位的股市有什麼樣的風險以及機遇 先來說說最讓大家注意的中概股封殺法案 這週三在美國眾議院的投票 這項法案在今年的5月呢,已經通過了美國參議院的投票 如果這次在眾議院也通過 下一步就將會是美國總統簽字並且實施 這個議案適用於紐約正確交易所 以及納斯達克交易所上市的個股 議案中規定,如果在這兩大交易所上市的中概股 沒有辦法在3年內達到美國會計監督委員會的審計要求 就會被要求下市 也就是說,如果這個法案最終通過呢 這些中概股會有兩個選擇 第一是開始準備能夠符合美國會計監督委員會的審計要求的報表 爭取在3年內符合要求 或者是第二個選擇 則是直接開始安排退市 這對於不同的中概股可能會有不同的選擇 其中受影響最大的 自然是那些擁有超過30%中國國家所有權的個股 基本上他們會選擇直接退市的可能性比較大 這其中包括像是中國石油,中國人壽 中國電信,以及那幾家中國的航空公司 那如果選擇退市,對投資者們意味著什麼呢? 通常來說,像是類似於阿里巴巴 騰訊等在香港也有上市的個股 通常會選擇用香港的股權換取美國的股權 這樣對投資者的影響就沒有那麼的大 但這個方法也不是萬能的 畢竟不是所有的交易平台都擁有交易國際股票的功能 但對於這些投資者,外加那些沒有在別的國家上市的個股的投資者們 投資者們可能會收到股權所對應的現金 也就是投資者手中每一股的股權會給予一定量的現金 然而這對於投資者們來說有一個風險就是 一些公司可能會選擇用低於市值的價格來回收股權 這樣一來呢,受益最大的則會是那些擁有股權的內部人士 而不是擁有上市股權的投資者 短期來說,如果法案被通過 會對中概股的股價造成下調的壓力 自從今年5月草案獲得參議院通過之後呢 已經陸續有9家中概股,包括京東、網易等等 選擇在香港作為第二上市 那麼對於這些中概股來說 用股權換股權的可能性比較大 那麼對於想要投資這些中概股的投資者們來說 短期的股價下調倒不一定是一件壞事 而更像是投資機遇 再來是第二條大新聞 特斯拉要被加入標普的日期 在美國時間的本週一被確定將會是12月21日 大家趕緊把這個日子記下來哈 因為這一天特斯拉的股價 外加標普的大盤股價將可能有大震盪 特斯拉目前市值超過了5000億 因為市值太大呢,之前標普委員會有討論 是不是要在12月14日以及12月21日 分批加入標普 但在這週一的會議上決定了 將在12月21日大盤開盤之前 一次性將特斯拉加入到標普中 那因為特斯拉龐大的市值 不少目前在標普500中的個股 會被從標普中剔除 這個名單是會將在12月11日被公佈 屆時呢,這些個股的股價 會因為被剔除標普而大跌 那對於特斯拉而言 12月21日的股價將如何變化呢? 通常來說,因為被加入標普 在12月21日當日 隨著跟蹤標普500的資金買入特斯拉 特斯拉的股價會因此上漲 但特斯拉的股價自從標普500的消息被公佈之後 已經上漲了40%之多 日成就量相比 也從之前的2000-3000萬股 變為了現在的6000-7000萬股 也就是說,許多做短期的炒股者 試圖在特斯拉被加入標普500之前 買入特斯拉的股票 然後在12月21日 賣給追蹤標普500的ETF以及基金們 原因是,這些ETF因為追蹤的是標普500 並不關心當天特斯拉的股價有多高 ETF的運營商們只是需要在當天 買入那麼多數量的個股 無論多高的價格都會願意支付 所以這幾天的大交易量 是投機者與投機者之間 互相買與賣之間將價格轟高 因為他們確定在12月21日之前 永遠有下一個買家願意接盤 在過去的幾天內 平均特斯拉的每日成交量達到了260億美元 根據預計呢,當天追蹤指數的基金 需要購買727億美元的特斯拉股票 所以到時候取決於從現在到21日期間 有多少買家計劃在21日 拋售特斯拉股票獲利 將決定特斯拉當天的股價 會不會有比較大的回調 除去這兩項重要的事件之外呢 特朗普政府還計劃把中國最大的芯片製造商 以及石油巨頭中海油也列入黑名單中 這個消息對一直上漲不停恐高的美股 帶來了呼吸的機會 與此同時,摩德納疫苗也傳出利好消息 預防有效程度高達94.5% 並且比起瑞輝的疫苗 需要在零下70攝氏度冷藏不同 摩德納這邊的疫苗 在一般的冷藏溫度下就可以存放大約30天 相較之前估計的7天要長 如果是零下20度,更能夠存放達到半年之久 這無疑是增加了比起瑞輝的疫苗 更大規模生產運輸的可能性 在這個Vaccine Put之上呢 美聯儲也是下令將那些緊急提供流動性的機制 延長到了2021年的3月 進一步強調了Fed Put 在11月的月初 財政部剛剛撤回了對美聯儲資金上的一些補助 一些專為實體經濟以及政府提供資金的機制 將在12月31日被關閉 這邊使得美聯儲的工具箱 又回到了它最擅長的金融市場 而非實體的經濟 這幾週以來呢 股市的大盤有了從增長股到價值股的轉變 到從41月上漲了12.9% 高於納斯達克的增幅 成為了1987年以來最好的一個月 但這反而是給投資者加進科技股的好機會 有這麼幾隻個股在突破阻力的邊緣 一旦突破呢,就又有可能是一波科技牛市 接下來的分析CK會結合一些技術面的判斷 但所有這些技術分析 都是建立在基本面估值的前提下哦 首先是蘋果的估值 保守來看值126美金 而蘋果當今的股價是119美金 蘋果的股價從8月的最高點以來就一直紋靡不振 這次黑五的銷售倒可能成為蘋果股價打破僵局的契機 根據大數據統計 這次黑五特賣,因為疫情的影響 實體商店的客流量比起去年縮水了52% 但相對比的,網上購物的消費卻同比增加了21.6% 成為歷史上銷售最高的黑五 其中熱門商品有樂高,蘋果無線耳機,蘋果手錶 亞馬遜 Echo裝置以及遊戲機還有智能電話等等 那麼很顯然的,像是亞馬遜 Shopify此類的電商就會受益 Shopify的股價因此上漲了超過5% 同時蘋果也是這次網上狂歡黑五的受益者 股價也因此上漲了超過2% 從技術層面上來看呢 蘋果的K線正在呈現上升趨勢的下降三角形 布林線已經收口,接下去有可能上升突破 長期操作的話,CK已經選擇在114美金的位置加了一些倉 但短期操作的話,可以等待向上突破的信號顯現之後再進倉 突破之後,上升空間有20% 第二隻個股呢,是FETA信息 之前一支視頻CK有提到,FETA信息的估值有著20%的增值空間 FETA信息的股價從最高點的151美金一度下調到了106美金 如今黑打信息的K線又將要突破布林格上線的信號 CK選擇在120美金的位置加了一次倉 還有第三隻,Netflix Netflix在之前財報出來之後下跌了7% 股價就一直萎靡不振 但在經過了這段時間的調整之後 從K線上來看,布林格線收緊 又要突破的信號 如果長期持有的話 現在在這個支撐位是個不錯的加算空間 如果是短期做波段的話 可以在支撐點下方設一個止損 而下一個止盈的目標,將會是先前高位560美金 這樣的話有10%左右的盈利空間 補充說明一下的是呢,CK的這邊操作都是作為長期投資的操作在進行喔 我們再來看一下CK的財富自由股息賬戶的進展 撇開之前提到的中美關係給中概股帶來的不確定性 中澳關係的緊張也給澳股帶來了下調壓力 澳股這邊呢,在接連了兩週暴漲之後 在11月的最後一天 因為中國對澳洲紅酒實施了100%到200%的關稅 致使紅酒股像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奔赴紅酒背後的Treasury Wine的股價暴跌20% 澳洲大盤也因此回調1.3% CK的澳股Portfolio呢,這週的增值為500多澳幣 美股Portfolio這邊 除了先前有提到的CK已加上的蘋果、Netflix、FETA信息 CK還趁著股價的回調,加倉了強生 除去已經公佈數據的瑞輝以及摩德納疫苗 大家不要忘了強生也是屬於非常有實力的疫苗候選人之一 作為一支穩定的股息股之外呢,又增添了些許增值潛力 今天這個視頻就到這裡啦,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喜歡這個視頻的話,記得訂閱點贊哦! 我是CK,我們下期再見!